每到了各大傳統節日 花蓮縣紫武縣文教慈善協會 都會舉辦物資發放的愛心活動 今年再次和花蓮福安廟攜手合作 凝聚協會和廟裡廣大信眾的善心 6號上午發放了中原普渡物資 給社區內的弱勢邊緣戶 希望可以達到砲磚引運效果 號召更多人來關心弱勢 一代代的中原普渡物資 整齊排放在花蓮福安廟前廣場 每一份都貼上善心捐助的信眾大名 要彰顯他們的為善精神 這是今年花蓮縣紫武縣文教慈善協會 再次和花蓮福安廟攜手合作 辦理的愛心物資發放活動 民眾只要拿著領貨券來到現場 就能把一大袋的愛心物資帶回家 這個是我們創會理事長江如臨 我們前理事長歷年來 跟福安廟已經合作已經5、6年了 這些物資都是我們廟裡的委員 還是一些親朋好友 所捐出來的 看越來越多人的監獻能夠照顧 這些低收入 以今年來講的數量來講的話 是比去年還多 因為今年大概有160份左右 那我們除了今天來現場領的以外 還有一些沒有發放出去的 我們還會送給所謂的慈善機構 我們還會在第二次的贈重 福安廟表示 這次發放的對象都是生活上真正較為困苦 又不列為社會資源補助的對象 希望能透過這160份的普渡物資 讓弱勢家庭能夠獲得一點點的幫助 更希望能發揮拋磚引玉的效果 號召更多社團及企業 有能力時都多一點付出 來幫助社會中需要被幫助的家庭 記者徐黎晴 環聯市報導